女35岁业余喝水专业 你的互联网水搭子已上线 今天中午要去参加满月酒 先赶紧给自己来杯咖啡强制开机 然后吃洗一般蔬菜比较少嘛 再来喝两袋羽衣甘蓝粉 今天先放在八分之三的云山墨鱼 再放羽衣甘蓝粉 这一盒羽衣甘蓝粉是之前的旧版本 现在他们都换新包装了 等一下要出门所以直接来一杯咖啡 然后这是墨里羽衣甘蓝 先快速的蹲杯咖啡不得不说还得永仆啊 他家的咖啡真的好喝就是有点小贵 蹲蹲蹲 简单化妆换个头来喝茉莉羽衣甘蓝 电话也来催我了还是快速蹲蹲蹲 咱就说茉莉可太百搭了 咖啡好喝耶 可以喝到淡淡的茉莉的香味 喝不惯羽衣甘蓝味道的姐妹 你可以试试这样喝 喝完赶紧出门去 到饭店先拍个视频 清真的饭菜都好好吃 着急忙慌的一天吃完饭赶紧回店里 坐下旧式开始泡茶 先用保温壶焖泡杯高性茶 配料干净只有虫瓣红玫瑰 带带花桑圣橘皮薄荷 盖好杯盖泡第二杯汉方令的玉米薛黑豆茶 这个是之前买茶时候送的体验 装衣袋里面有九小包 它这个不是独立包装 可以看到完整的黑豆颗粒 它加这个升级无寒配方姨妈妻的 我也可以喝 喝起来就是清甜甜玉米煮水味道 中午大餐下午就安排上 这不就是消肿及时语 闷泡了俩小时茶汤颜色好浓郁 这个就是很适合姨妈前喝的 书干不含良平复生利期钱的那种暴躁 反正还挺神奇的 所以叫高性茶是有原因的 而且入口就是玫瑰花香 还有薄荷独特口感 剩下的就留着下午继续喝了 都这样记得喝水